早上起来,今天应该是周六吧,周日,周末,今天是周末,早上起来,第一件事应该坐河村,这个地方我还,因为我刚回来没多久啊,它跟去年坐河村的地点还不太一样,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坐呢,我还得找一找,这块这块找到了,大家都往里进,啊,在这上面有点儿,没啥人这都, 怎么着我口啊,都没有人,真好 那段时间呢,在村里的时候,早上坐河村都是,到了七点半,这个河村人家园就撤了,所以说呢,我们每次坐河村都坐得特别特别着急,这回呢,回到哈尔滨,我还有点不适应,因为像哈尔滨都是, 就是,二,二十,就是不是说二十四小时,就是全,全天,从早上的七点钟吧,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,都有河村,嘿嘿,我还一句猛的有点儿,不太适应,今天,依旧,还得出去办事,我自从回,回哈尔滨了以后,我就发现,感觉,我成了我妈的这个御用司机,去不了,慢点儿哈,妈妈又一会儿,别着急, 把车都拉上,把车简单的收拾一下,停车等一会儿我妈去坐河村,我去坐了,我妈的腿嘛,腿脚慢,在家换个化妆来的,看我妈,她不留心了,回头夸夸的,嘿嘿嘿,哎呦,这家真成司机了,我妈进去去办事了,我就在外面坐着等她一会儿吧, 也正好呢,跟大家聊一聊,我这个,前段时间不跟大家计划说去广州这个事儿了,我感觉啊,计划又要泡汤了,也不是说泡汤了,肯定是又要延后了,大家最近如果说观察那个西文的话,应该都知道,广州现在这边又有疫情了,我其实我挺相信广州的这个行,执行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啊, 我估计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,这个口罩的原因应该就不会再困扰我了,再有一点就是大家很好奇说我到那会干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啊,因为上一期视频也没跟大家讲说我到那准备去干一份什么工作,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,广州全是位置,就是对于我来说全是位置,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,但是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那个手机的这个招聘软件啊, 我找了很多,就是包括销售啊,还有一些白领工作啊,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啊,相比较之间还是销售更适合我一些,就是这众多工作当中我还是更喜欢销售这个工作,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吧,是属于那种坐不住的那种人,就是你让我天天在外面跑啊,我觉得OK,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我都能接受,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我在,比如说办公室前或者是办公桌前, 做一桌做一天,真的我是受不了的,大家也能从我的这个视频当中也能发现出来,我这人是一个特别好动的这么一个人,所以说想先去这个感受一下销售这份行业,但是我的初步想法就是这些,当然会有一些什么细微的变化,还是需要到那再谈,包括现在为止啊, 我去广州我连房子我还没找好呢,我不知道说实在会不会让大家笑话啊,我现在我连房子我还没找好呢,房子工作,反正就是凭着我去那就是什么,就是一腔热血的感觉 但是吧,销售这个行业有个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呢,就是属于那种挣多少钱很未知,因为我看了绝大多数的很多的销售都是什么底薪特别特别低,重耗提成,但是我这两天经过我的了解啊,就是销售这份行业是一个怎么说呢,不是说你到那就肯定能开单的这个行业,还是需要摸索我,但是呢,好的, 我的一点是什么,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,说这个我的短视频是不会放弃的,好在是由我这个短视频能弥补一下我这个工资上的这个和空缺啊,这点来说的话,就是能把我的压力稍微再说放的比较小一些,不会压力变得特别大,这个呢,是我比较内心比较有底的一件事情,就是我的这个短视频呢,当然啊,视频前的朋友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工作啊,或者是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建议都可以 可以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评论,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和意见,我也会看看大家的评论,再总结一下反思一下我自己